小朋友们 今天谈谈姐姐要给你们介绍一款非常人的玩具 那就是我们魔幻车神系列的疾风驯龙 哇 这是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个非常漂亮的绿色大龙哦 这样从侧面看上去 它的大脑袋像一个鸟的脑袋 但是整体来看呢 它就像一条翼龙 就是远古时代的那种龙啊 所以有点像召唤兽呢 我们的集魂驯龙呢 它全身都是绿色 除了脚啊 头上还有侧边的这个手臂这里 就是轮胎这一块是红色的以外呢 其他的都是绿色 哦 肚子上还有一点黄色呢 我们的魔幻车神的疾风驯龙呢 它呢 旁边有三张卡片 这三张卡片呢 就是会使他们爆裂的卡片哦 看到这张图片没有 这是一个绿色车子的疾风驯龙 也就是说在它没有吸收卡片之前呢 它不会变成这个形态 而是这个形态哦 这个形态的它是没有任何威力的 只有吸收卡片的能量爆开以后呢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啦 快看 这个样子的是不是特别的酷又帅气呢 感觉好威风啊 不过这个样子的好像更帅 这个是动画片里面的 所以画上去更漂亮一点 那我们几封是龙呢 它有四个能量哦 你们可以去收集它的四张卡片 那它都是什么呢 第一个能量卡片呢 是我们的飓风突袭 飓风突袭呢 就是能够迅速的移动 激起飓风 将对手甩上空中 第二个能量卡片呢 是我们的双翼之刃 就是将双翼变形成巨大的刀刃 切割对手 哇 好血腥的感觉 第三个就是冰冻之痛 用冰雕般的冰冷的牙齿 咬住伤口 使伤口冻冰 哇 好残忍啊 越听越残忍了 恐龙刺券 这是它的第四张能量卡片 发出猎嗓高音 攻击对手的耳朵 看来我们的疾风驯龙 它是一个突袭高手 它不适合正面作战呢 因为它的所有的卡片 好像都是那种偷袭的那种感觉 不过没关系 只要它厉害就行了 我们的疾风驯龙非常的厉害 但是我们这个玩具的包装盒里面的三张卡片 不一定是我们疾风驯龙的这四张卡片的哦 也可能是别的车子的模范车绳的卡片哦 所以小朋友们 但是我们这卡片能够使我们的疾风驯龙能够爆开 但是如果是双方小朋友们跟自己的好伙伴一起玩的时候呢 那就需要找到我们疾风驯龙的卡片哦 不然你的 就算你吸收了别人的卡片 那也是不得分的 所以这样玩下来就不好玩了 所以小朋友们 记得一定要收集我们疾风驯龙的卡片哦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包装盒的背面有什么 我们包装盒的背面是告诉我们疾风驯龙是怎么爆裂开的 首先将卡片放在这里 然后直接推动车子 推动车子 吸收了卡片以后它就会爆开啦 爆开了你就可以看看 它所属性的卡片是什么样的能量 然后找出属性的颜色呢 读取分数值啦 好 那么现在我们的疾风驯龙 它是怎么从车子变身成这个非常厉害的大恐龙的呢 就是这样变身成的了 所以一定要设计它的能量卡片哦 下面就是一个还原步驯图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疾风驯龙变身成了这样的翼龙以后 它需要再回到车子的形态 就需要这五步了 第一个是机器人形态 第二个是就是将头部折进背部 提上引擎盖与头部连接 连接双翼与身体 这是第三步 然后第四步就是折身体直到咔嚓声响 那我们的疾风驯龙就恢复到车子中了 变形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将卡片触碰到引擎盖下端 使它爆开 然后再重新开始变形 好了 现在我们疾风驯龙是怎样变形 还要怎么玩的 现在小朋友们知道了吗 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一个灵动APP 然后扫描这个二维码 下载以后呢 你就可以玩我们的3D魔幻车神了 也会炫酷的变身哦 但是我们这个玩具呢 只适合三岁以上的小朋友玩 三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 一定要在爸爸妈妈的陪众下玩哦 而且我们的疾风驯龙呢 它有两种颜色 现在你看到的是绿色的疾风驯龙 但是它还有一款紫色的疾风驯龙 哇 好想看看紫色的疾风驯龙是什么样子的呀 一定非常的酷吧 不过我们绿色的疾风驯龙看上去 也非常的帅气迷人呢 那么现在就跟着唐唐姐姐 把这个帅气迷人 有非常酷的疾风驯龙打开吧 让我们看一看 它非常威猛的变身 好 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魔幻车神 绿色的疾风驯龙打开咯 小朋友们 现在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这个非常酷的疾风驯龙呢 已经从包装盒里面拿出来了 快看 这是它的尾巴哦 这样看上去是不是像一条翼龙呢 哦 看上去好凶好酷呀 特别是这个大眼睛 有点像忍者 那么现在我们将我们的疾风驯龙 变身成车子的样子吧 这大脑袋需要折进去哦 好 现在已经将我们的疾风驯龙了 就已经变身成车子的样子了 我们这里面呢 还两张说明书 这两张说明书呢 非常的大 但是它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它的说明书的另一面 是一个自己的对站台 纸站盘 可以当练习用哦 但是只能 这是个人的 如果需要两个人的话 就需要两张这样的纸站盘来玩哦 然后这边都介绍了一些 小朋友们喜欢的一些魔幻车神 那么 我们现在这辆车 就是这辆疾风驯龙了 然后其他车子的话 如果小朋友喜欢的话 可以一个一个收集起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神斗卡 就是这样的神斗卡哟 很可惜我们今天拆包的这个 疾风驯龙呢 没有它的神斗卡 这都是别人的神斗卡 让我们看一看 这三张神斗卡都是属于谁的吧 一个是属于我们三头神蛇的邪恶凶光 第二张是属于我们的钢铁巨神的绝对防御 然后另一张就是我们的通天车神的通能巨变 哇 这三张卡都很了不起呀 能量值都非常的高 当然也要看它是什么属性哦 卡片如果说你爆裂开 你是这个属性的 那你就得分最高了 好 小朋友们 这三张卡片都记住了吗 那现在让我们的魔幻车绳来爆裂一次吧 这是打开魔幻车绳的换列装甲 换列装甲车 可以把我们的魔幻车绳放到这个装甲车里面哦 然后这个装甲车 装甲车的话是可以绑到你的腰带上的 就是你的车子可以放到这里的 那现在就把我们的对战盘打开 让我们来玩一局吧 现在需要吸收这个卡片哦 那我们现在把战盘打开 让我们的车子放到这里吧 这里有一个车子形态的样子 好 再将我们的能量卡片放到这里 现在我们不知道这张卡片是什么多大能量的 所以玩的时候一定要是红色的朝上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的魔幻车绳保裂一次吧 没关系 再来一遍 我们的疾风势笼就这样爆裂了 看上去是不是特别的酷呢 好了 小朋友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疾风逊龙的话 就赶快来收集它 记得别忘了收集它的卡片哦 如果你跟你的好伙伴一起玩的话 如果这张卡片不是属于它的卡片 即使它吸收了这张卡片 它也不能够加分的哦 所以小朋友们 别忘了收集我们疾风逊龙的卡片哦 那么今天的疾风逊龙就到这里了 那现在跟小朋友说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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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